少妇走上前来 直了轻衣少女的手把 有件大喜的事 要告诉你 这是原论不道 我来告诉你的 只是你爹娘远在青州你哥 太阳打西边出来 我也不信 她在这种事上靠得住 所以也只有我这个做姑姑的 来为你打点了 沈贵妃温柔地摸摸少女的头发 皇上与我已经商议了 打算将你须别太子为妃万里 乌云的晴空之下 沈卢白只觉得自己头上咔嚓一声 关心自己婚事的时候 作为沈卢白生平最大冤家的哥哥沈成松 曾经非常豪奇地表示 包在自己身上 他说他觉得城东门外 那个卖汤饼的小张 小张如果看不上阿伯的话 成男杀猪的小颂 虽然长得丑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考虑 记得当时沈成松非常巨傲地 看着一脸愤慨的乳白 自证腔圆地说 妹妹不争气 就不要怪哥哥 给你做不到好没 四大家族里 狼牙林家小姐 以书法闻名灰城邦家小姐 以英律闻名 林州城家小姐 以女工闻名 一向口才一流的沈卢白 谢谢巴巴了半天 也没好意思 把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的答案 说出来 青州沈家小姐 以破案闻名在嫁人上 这实在不是什么优点 小张就小张吧 他汤饼 做的也算一绝如百 绝望的想当然事情 显然并不会按照这种轨迹 发展青州沈家 是当朝属一属二的贵族 出过一任宰相 两位王妃沈家老爷沈玉为 现任青州节度使 其子沈成松 为当朝最年轻的刑部侍郎 当时太后赐你们的花茶礼 故意将糖措放成了胡椒盐 那几位喝下后 无不脸色难看 表情变形 只有你面容平静痛苦 分毫不表现在脸上 太后与陛下的意思都是 拥有此等涵养的女子 才有做太子妃的资格 如百代代的望着姑姑 不知道从何解释起 入宫前一天晚上 她配合行不冒雨 追了一个凶犯一整夜 所以导致 第二天感冒 舌头失味了 早知道誓言 她早砸破茶杯 也是抗议了好吗 不但这样遭见食物的她 以极其沉重的心情 走出了沈贵妃的宫门 要她沈如百去当太子妃 她自认没这个本事 她没有本事 去为那些浮云般的名利权位 放弃一生的自由自在 更没有本事 今后在宫中像她姑姑那样 和诸多女子分享同一个 男人的爱情 鹦鹉面前不敢掩眼泪 全往肚里吞 就此失去生活中 本该有的安稳和快乐 想着就伤心了 回到沈府后 如百的心里仍然是一团乱麻 为了散心 她叫 所有的丫鬟 统统不许跟着自己一个人 换了身男装 上街溜达城外的石摊上 其实有相当多的东西 做得上不了大雅之堂 但味道绝佳每次 心情不好的时候 如百就偷偷跑来大吃一顿 举杯焦臭愁 更愁废话 有愁的时候 喝什么酒嘛 酒又没多好喝 请用买酒的钱 买一碗羊杂汤羊肉 要先羊毒药 脆羊肝要难 还要请老板多放辣椒一碗 不管用的的话 那就再来一碗 此刻如百就坐在木凳上 左手拿着烧饼 右手对着大碗 韵快如非吃的时候 他耳朵也没有 闲着坐在他灵桌的 是一对主仆 只听仆人小声 向主人抱怨 以后不去城北 那家买油洒子了 才半逐香的功夫 就不脆声了主人 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到 背后有筷子放下的声响 如百缓缓 把筷子放在碗边 正经微作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平静地压低声音说幸会 太子爷东宫太子楚明轩 此刻一身普通书生打扮 坐在石滩旁 文言缓缓侧过身 对上了灵桌时刻的眼睛 如百只觉得自己 看见了一双 灿若星辰的双眸 眼前的男人 有一对 剑锋般的长眉鼻梁 高挺寻常的装扮下 是遮掩不住的冷凹贵气 他只失神了短短一瞬 并回过神儿来挑起眉梢 挑衅地望着那双眼睛的主人 只听小扑在旁边 瑟瑟发抖地道你 你怎么看出来的 三点第一 从城北绕着城墙跑到这 居然只花了半烛箱的时间 可见 你们的马非常的好 骑得起这种马的人 非富即贵 第二白天 允许在城门附近 以这个速度跑马的 只有有军令在身的军士 你们很显然不适 那么就只说明 这条对于平民的规矩 约束不到 你们基于这两点 你们应该是宫里的人 小扑师生道 那为什么是太子 而不是其他皇子 因为第三点 如百尘没下来 他觉得自己 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为妙 总不能直说吧 第三 因为我自己之所以乔装打扮 来到这个石摊儿 是要解决即将成亲的苦闷 所以我猜对方 有可能也是这样 那么人选就只剩 太子一直没有说话的楚明勋 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下 突然淡淡地开口 你是沈如百 这回轮到如百 惊讶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懵的 看来懵对了对方 冷静地起身 对他露出一个 似笑非笑的表情 因为我自己之所以乔装打扮 来到这个石摊儿 是要解决即将成亲的苦闷 所以我猜对方 有可能也是这样 如百洗了一口鞋 等在火头上 不去也下不来他 强撑着刀 可是 要成亲的人 很猛 能做出这个水平的推理 就不多了 只剩下你和大理斯的顾手芝 有这个可能性 我没见过 顾手芝 你又是男子装扮 我本来也以为你是他 但是 太子殿下望着桌上 高高落起的碗 一脸悲哀的摇摇头 这真太能吃了 我不幸大理斯那点愤怒 能支持顾手芝 养成美顿 吃这么多的习惯 沈承松回家的时候 发现自己妹妹气呼呼地 削他走进细看 只见桌上 摆了十来个碟子 分别装着核桃酥 杏仁饼 奶黄包 绿豆糕 他叹了口气 在儒柏身边坐下 在琳琅满目的点心碟子里 随手拿了个秘筋 丢到嘴里 谁惹你了 告诉哥好让哥开心一下 儒柏用力地 把嘴里的绿豆糕咽了下去 哭丧着脸问哥 你觉得我吃得多吗 沈承松神情悲哀地叹了口气嘛 既然你说到这个问题 哥也只能给你讲个实话了 否则听他说话 非得把自己噎死不可 消费话 他当然吃得 比其他那些名门闺秀很多 也不看看 他们每天的消耗量差距有多大 林家 孟家 程家小姐们 每日的运动量 是迎试一手弹琵琶 一曲绣团扇 半幅他每日的运动量 是在城内穷追窃贼三十里地 在城外为汇制流口逃窜图 爬山一个时辰 在山上遇到村民的扭荡物故 与之搏斗半个时辰 这能一样吗 但他没法跟哥哥 想这些 所以沉默两久 他只是低声说 个我要嫁人了 沈程松有点惊讶 你自己去和小张说了 他同意了 不是如白 只觉得自己头昏脑胀 是姑姑跟我说 陛下已经决定 把我叙给太子为非消 他看到哥哥 正要去拿下一块蜜剑的手 猛然停住了片刻后 他以一种 不属于人类的僵质状态 缓缓扭过脖子来 静静地望着自己片刻的 寂静后院门口首页的丫鬟们 听到他们在面对最凶险的歹徒 常做镇定的挥手 叫闻讯赶来的丫鬟小丝们 都出去把自己刚刚碰翻的碗碟 一一归位 尴尬地沉默了半婶后 他端起一碗牛乳一饮而尽 据说牛乳有安神的功效 他希望他能帮自己 压压惊能让自己一睡不醒的话 那是最好太子 最近门上或是真多他放下空了 感叹你有什么想法 圣旨应该过几日才会下来 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商量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陛下在这几日内改变主意 笑如白此刻没有功夫和哥哥计较 我现在能想到的 办法只有康婚这一条 但是显然有我去的话 姑姑会下不来台 所以最好的办法 应该是太子本人去向陛下讲明歌 我记得你跟太子有些私交 要不去和他 说一声 沈承松沉默良久 突然懒洋洋的往一背上 依靠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我又见不到他 这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沈承松歪在椅子上 冲如百条条梅 记得我刚说太子最近乎是多吗 还发生了什么 很大的事 但是不要生 张承松的表情严肃起来 公公的运营视线 紫叶楚明轩 正在书房查看地方的卷宗 突然有下人来报 刑部沈侍郎求见 萧楚明轩 没捎一条请他进来 放下卷宗他柔柔额脚淡淡的补充 然后你就不必再进来了 我和沈侍郎 有要是要单独商量片刻后 楚明轩望着眼前不伦不类的沈侍郎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他第二次见到这个小姑娘 两次他都穿着男装 和宫里纤细纹弱的女孩不同 这个小姑娘 可能是由于很能吃的关系 长了一张圆滚滚的脸 两腮带着一种婴儿肥实的肉嘟嘟 属于那种手牵的长辈看眼 就会忍不住上手捏得消他的眉毛和嘴唇呢 轮廓都很淡 愈发衬托出一双和脸一样 圆滚滚的眼睛 又黑又大又亮 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 还没拖孩子型的女孩 居然是京城里第一有名的女神 叹如柏才不管楚明轩惊讶的眼神 成松的便服 并迅速进入话题 然后你要举出几个例子 比如秀才小张去卖汤饼 卷小送去杀猪来证明你的观点是听众 也就是你的父皇对此观点更为信服 接着你要进入正题 向你的父皇具体阐述 沈如柏的志向在于破案 而不在于当太子妃关于这个原因 你可以从我的童年讲起 如柏口若寻合了快半个时辰 日理万机的太子殿下 居然一直没有因为嫌弃他烦 而打断他销两久等他说到口干舌燥 而且真没什么可以说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发现 楚明轩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桌旁 望着他两久 在他心虚到极致的时刻 终于听到他淡淡地开口说完了 嗯说得挺好 楚明轩突然露出了一个 浅淡但是温暖而肯定的笑容 逻辑清晰 方法可行方方面面都得以顾全 以此法拒婚成功的几率极大 且基本上不会伤到任何人的颜面 如摆松了一口气 望着楚明轩的脸 一露出一个笑容 楚明轩也继续笑着望向他 可是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神如百石化在原地 推掉这次 父皇也会很快给我找下一个 与其那样麻烦 不如这次解决掉 楚明轩挑挑眉 而且见过你一次之后 我觉得你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对象 吃的是多了点 但太子府无至于养不起你 你才吃得多你全家都吃得多 如摆在心里默默地翻着白眼 但他只是面上平静地拿出最后的杀手锏 那我们做个交易 楚明轩向后靠在靠背上 漫不经心地抬抬下巴 示意他说 东宫御印失窃案一定程度上 让你陷入麻烦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失窃了 肯定是要尽快找回来的 还不能让陛下知道 你把他弄丢了 这意味着无法行事动众的调查 如摆未经楚明轩批准 就自己找了个客座坐下 气定神闲地望着他这个麻烦我 或许能帮你解决掉 楚明轩沉默了短短一瞬 便淡淡地笑了 我听京城里有一句话 一直广为流传 线索急如珍藏海沈家 有女尸海扑不敢当 如摆略略低手 但是愿为太子殿下分忧 若有姓士成太子殿下 可在名门闺秀中 另选一位貌美娴熟者威妃 届时如摆定被伯利向行 楚明轩沉默片刻 随即点头道 那么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若能破案 且将玉印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一切就依你所言 成交 如摆立刻起身 向殿外走去 片刻后 玉印是太子自己拿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沈承松一口茶 差点没喷出来 如摆默默地咬了一口 核桃酥之前的情景 历历在目 楚明轩静静地 看着她脸上表情平淡 只是漫不经心地问怎么说 很简单 请侧过你高贵的头 看看小拳子 自端来瞎脚之后 就一直抄着手 站在一边悠哉悠哉的小拳子 文言猛地 一惊不可知心地抬起头来 望着如摆我 我怎么了 楚明轩转过头 去望着她片刻后 她沉默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了 她的状态太放松 对主子的东西失窃了 自己还有存放东西之地的钥匙 心情多少 应该紧张吧 她正常情况下 听到窃贼的钥匙 可能是从自己身上偷来 提前配好这种话 不是应该立刻 回忆自己最近 接触过什么人吗 但是小拳子 没有她脸上的表情 直接传递给我的信息 就是 反正太子爷 说的都是假的 第二次在如摆面前 莫名其妙就把主子 出卖了的小拳子 悲愤地解之相扯的份 钻进去 这就完了 沈承松一脸不可知心你 观察的倒的确 是很细致 可是你没证据啊 小宦官心态放松 和太子坚守自道两者 有没有明确的逻辑性 没办法不可否认 楚明轩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基本上 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破绽 如果是他犯案的话 我没把我能查出来 沈如摆摇摇头 何况你想想 如果是你们刑部办案 遇到这种一个疑犯身上 存在疑点 但是却没有证据的情况 你们会怎么做 严刑拷打 如摆摊的贪手 充分表明了 面对身份格外尊贵的疑犯 自己无从拷打的无奈心情 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乃知道 反正约定里 又没有要把动机 也查清楚这一条 我何必费那个劲呢 也许他就是太贤的慌种 这么一出耍耍你呢 沈承松还是有些无法相信 他喝了口茶 平复了一下心情 才继续问太子殿下认了 认了 我也很吃惊 其实如果他死不认账的话 我也没什么办法 如摆默默叹口气 楚明轩这种有权有势 还极有智慧的犯人 他只祈祷 以后能少遇见一个 就少遇见一个 然而 他原本只以为是 姑姑想念自己了 入座之后 看着面前一片一片 阴阴烟烟的名门小姐们 如摆才猛然 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侧过头去看看 遥远的席位上 皇上皇后 与数位贵妃 一直飘过来的目光 以及他们身边 依然冷酥高华的太子爷 如摆终于后知后绝的 回过未来 怎么感觉 又是个在选太子妃的阵仗 嗯 没关系没关系 如摆在心里默默地 给自己顺着逻辑 皇上给予给太子选妃的话 那说明太子 已经给他表明 没看上自己了 现在再重新给太子 选择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对啊 重新选的话 为什么自己还在里头 太子殿下 到底跟没跟皇上聚婚啊 如摆心里猛地咯噔了 一下他转过头去 对着楚明轩而视 四目相对时 如摆突然一愣 因为他发现 楚明轩好像一直在看着自己 和公开宴各色人等宴席上 坐满了 可能未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孩们 大殿里有这么多的人 然而只有他们两个 遥遥望着彼此 这是如摆第一次 认真的打量楚明轩 初次见楚明轩的时候 他一身普通的书生装扮 然而衣服再怎么朴素 仍是没有掩住 他天皇贵州的气质 此刻他穿着太子的腕袍 高高坐于厅中 即使革得很远如摆 也能看到他那双 身站如黑钥匙的双脸 即使华服之下 尊贵俊朗的太子 一时魔光之中 清冷疏扩的少年 在如摆目前的生命里 似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比他更好看的男人 他随即默默打了 这一巴掌 做一个睿智过人的少女 怎么能犯这种 以貌取人的不错 而且 如果楚明轩确实没去 跟皇上聚婚的话 他的外在美 并不能抵消 他出而反而说话 不算话的恶劣品质 如摆着准空子 在楚明轩出去透气的时候 果断投出跟上去 一把把他拉到 一个没人的长王里 你到底有没有 跟你父皇说 楚明轩俯视着他说什么 聚婚啊 我不是把案子破了吗 你身为太子 难道连遵守诺言的 好品质都没有吗 诺言 楚明轩突然嘴角一勾 你还记得诺言是什么吗 只要我两日之内破案 并将预印毫发无损地 带给你 如摆突然哑了 是吧 对啊 毫发无损地 把预印还给我 楚明轩耸耸肩预印啊 你没给我呀 如摆气节 那么大的太子浮鬼知道 你把预印藏哪儿了吗 他正要在说话 余光突然瞥见几个太医 急急忙忙地跑向大地 怎么回事 如摆和楚明轩对视一眼 一起向大殿的方向感去 除了沈贵妃生的云气公主外 还有眉妃生的霞安公主 以及苏贵妃生的 十一皇子楚明和 明和是皇上幼子 上月刚满周岁 此刻正在苏贵妃的怀里 哇哇地一边哭 一边呛壳 嘴角不断地吐出 刚喝下的牛乳 立刻有太医被换上前 把了一下十一皇子 小小的手腕 太医犹疑了一下 微臣请求查验 十一皇子的饮食 一只站在一旁的皇上 文言面色猛的一尘茶 望着苏贵妃桌上 满桌的吃食 问十一皇子用过哪些 乳母怯生生的一只 只喝了大半碗 甜乳烙桂花羹指 为了几勺 就突然全吐了出来 太医文言 取过装着乳烙的碗 放到鼻前轻轻一袖 目光随即易紧 这牛乳是变了质的 太医面沉入水牛乳 变质后的酸味 被之后 加的大量糖浆 和带香气的果料 掩盖住了 不细细分辨的话 的确很难发现 十一皇子喝了之后 会恶心呕吐是肯定的 苏贵妃在旁仲 没焦急地说道 宫宴之上 怎么会有变质的食材 只怕是有人刻意为之 如柏盯盯着那碗酥了 不对这不对 真的要害十一皇子 为他变质的牛乳 算怎么回事 刹那间 他似乎想到了 什么脸色猛的一变 转头对太医道艳 那碗桂花羹 太医一惊 随即取过 庄桂花羹的此碗一袖 目光突然变得 极为惊异不定 他取过银针 缓缓地探进了 那碗清香四溢的甜羹里 在取出时发亮的银针 以尽数误会 周遭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雪白太医 面色极为慌张的 趣味十一皇子沉脉 梁酒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索性十一殿下 只吃了极小的量之后 又都吐了出来 微沉在开些药 想必没有什么大碍 如母跪下瑟瑟发抖道 原本十一殿下的甜品 便是苏唠 只是他用后 似乎还觉得不够眼睛 一直望着那碗桂花羹 奴婢禀告给了娘娘娘娘 便叫把她那碗桂花羹 拿给十一殿下吃 皇上的脸色 已阴沉到了极致 如此说来下毒的人 原先想害的是苏贵妃 他转脸扬声道 御膳房的事 还没查清吗 皇帝身边的那间冯公公 已然上前到祈禀陛下奴才 已经查清准备苏唠的 是厨娘王氏准备桂花羹的 则是厨娘刘氏皇上 阴沉道带二人上来 刘氏与王氏 看上去都是再老实不过的 普通厨娘 此刻也大致听闻了 发生的事情 吓得一直跪在地上 不住的磕头 刘氏是个嘴中的女子 什么话也说不出 倒是王氏还存了些理智 战战兢兢的磕头 为自己辩白道 奴婢冤枉奴致 苏唠所用的牛乳 绝对是新鲜的 楚明轩看了一眼 王氏转过头 对皇上道一二臣 看变质的牛乳 与下了毒的桂花羹 比起来尚算是小事 不如先审刘氏 刘氏只是颤抖个不听奴婢 奴婢真的 真的不知情 奴婢 奴婢做好桂花羹之后 就放在瓷盆里 由方姑姑端到大殿来 若是奴婢做的大殿中 所有桂花羹都有毒 还未等其余 喝了桂花羹的后妃小姐们 大惊失色 太医便急不上前 检验了身边几桌的桂花羹 祈禀陛下 其余桌上的桂花羹 皆是无毒的 一个一身 杏黄色宫装的小宫女 早已吓得贵一下是奴婢 可是奴婢真的没有 要害贵妃娘娘的意思 那是春姓苏贵妃的陪嫁侍女 入宫以来一直忠心耿耿的 跟着苏贵妃贵妃 待她一如带小妹一般 说她要害苏贵妃 只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 太子殿下静静地看着她 你干嘛 你不是一直擅长破案吗 如白白了她一眼 结果云高一口咬下去 完全没有思考到 楚明轩是怎么知道 自己刚才吃了多少这个问题 首先 这个案子有两样不对劲的食物 苏唠和桂花羹 当然 吃了会恶心呕吐的苏唠 和吃了会丧命的桂花羹 比起来尚算是小事 而且 虽然一切事态尚不明确 但我总有隐隐的预感 苏唠的出现和桂花羹是相关的 先说这碗桂花羹 三个人接触过这碗桂花羹 刘厨娘方姑姑 以及春信其中刘厨娘的嫌疑最轻 就像陛下之前说的那样 如果是他下的毒 那么所有桂花羹里应该都有毒 而不该单单只有苏贵妃那玩意 若是两个人 那么就是一个想害苏贵妃 一个想害十一殿下 若是一个人做的 那这个人就是同时想害苏贵妃母子 可是一碗不痛不痒的变质牛乳 又能怎么样呢 如百尘静的点头 是那碗苏唠不是要害十一殿下 他抬起头来与楚明轩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开口道 而是要救他呢 二人一同沉默了片刻 很快便抬起头来 又对视了眼 随即心照不宣地错开梦眸 有百朗生对周围说道 凶手是谁 已经清楚了 而楚明轩则悄悄悄悄过冯公公 下巴一台点了点远处 去查王室和那个人的关系 此时殿中众人的目光 已经全落在了如柏的身上 我们之前一直有个误区 认为桂花羹 是要害苏贵妃的误打误撞 害了十一皇子 但现在这碗实际上 是用来催吐的苏唠 告诉我们 那碗桂花羹的目标 原本就是十一皇子众人揭示 一惊苏贵妃 紧紧抱住明河眼眶通红是谁 了解到这些 其实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 是谁能够保证 这碗属于苏贵妃的桂花羹 可以最终 未到十一殿下口中 如柏转身悠悠地 盯住一人刘淑娘方姑姑 还是春信 答案是 都不能只有你可以做到 接触过桂花羹的人 其实有四个你 才是最后最保险的那一脑 而此时 被楚明轩吩咐了的冯公公 也反了回来 启禀太子殿下二人 是同乡入宫以来 一直轻辱姐妹 如柏点头 所以王淑娘依稀 得知了乳娘的计划 她不愿揭发姐妹 又不忍心眼睁睁地 看着十一皇子丧命 所以才故意治了一碗 便治的苏浪 皇上目光冰冷地 看着乳娘真相 确实如此吗 乳娘咬紧牙关 一言不发 谁指使的你 依旧是沉默拖下去 严刑拷打 直到她说出来为止 皇上恼怒地一挥手 立刻有两个内奸 上前将乳娘拖了下去 启禀皇上 一个内奸 慌慌张张地跑来 那个乳娘舌根处 藏了毒药刚刚 刚刚畏罪自尽了 楚明轩站在乳柏身边 低声问你 在想什么 乳柏看着仍然虚弱的鸣和 轻生到凶手 到死都没有交代自己的动机 我怀疑这件事 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身宫总是风波叠起的地方 充斥着太多 不见兵人的厮杀 总有太多无辜的人们 在争斗中莫名地送上性命 成为全谋斗争的牺牲品 如百道我有些累了 小女先下告退皇帝身边的贴身嬷嬷 小声道 太皇太后您绝账 这位婶儿小姐 会不会很快就成为 咱们太子殿下的正妃 比如 现在她正在神府门口 跟太子对峙 为啥 你太奶奶要见我 楚明轩骑在一匹高大的黑色骏马上 懒洋洋地俯视着她 你自己问她去 如百看了看她背后的轿子 绝望地任命了三步并坐两步 爬了上去两秒钟后 你上来干什么 如百惊讶地看着玉树临风 踏上轿子的楚明轩 回宫楚明轩平静地说 可这是一顶单人轿啊 那你是想让我走路过去 还是你自己想走路过去 楚明轩冷冷地转过头来 眼神看不清身前 如百被她冰冷 而威严的目光 吓得一缩脖子 但还是想做最后的挣扎 你不是有马吗 哦 楚明轩看着那头强壮的 可以日行一千夜跑八百一角 踢碎野狼头颅的高大骏马 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她病了 不能走那么长的路 太子宫里的单人轿 要比寻常的 更豪华宽敞一些 然而空间仍然不大 楚明轩上来之后 如百十分自觉地缩在一角 给她腾出足够的地方 哪知道楚明轩一落座 就拍拍身边的位置 做过十一帝的那个案子 还有什么看法吗 如百版本正正地分析到 乳娘已经畏罪自尽乳娘的背后 恐怕还有更深的秘密 沉默半上 楚明轩突然再次缓缓开了口下 在桂花羹里的毒 已经被验名是波木蒿 波木蒿 如百一经他知道 这种植物 其毒无色无味下 在饮食中很难被发掘 是极好的暗杀植物 只是波木蒿生长在西部深山里 采摘极为不易 黑市上价格几乎与等质量的黄金相同 一个乳娘 怎能弄到这么名贵的东西 楚明轩靠在软座上 如百看到她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调整好了表情 那个饱含悲伤的眼神 被飞快地掩盖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贯冰封般的冷饭 太子宫中的教夫 一个赛一个地绞成好 很快就到了宫中 只见他率先掀开教练 风流倜傥地迈开长腿一步 就跨了下去 管也没管后面 慢吞吞地从高高的轿子上 往下挪得如百自顾自地 往太皇太后宫里走在 一众宫女太监面前 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一副 后面那个女的是谁 我跟她一点也不熟的架势 在如百心里 太皇太后她老人家 应该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家 她应该有着稀疏的 白发缺牙的嘴 不太好使的眼睛和耳朵 慈爱的笑容 事实证明前三项 她都猜对了 但是太皇太后好凶 不孝子孙 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我 如百根在楚明轩后头 刚一进店一个大大的 百别穿花大红靠枕 又被凌空扔了过来 楚明轩见怪不怪的侧头 避过避开之后 突然想到了什么 这次进来的 好像不是只有她自己 但想提醒的时候 已经晚了 自己到底得罪了谁 饶视楚明轩这样 万年兵学处 编不禁的脸 然后转过头去 无奈地对老人家解释 太奶奶我昨天晚上 刚来看过你 那今天上午呢 今天中午呢 为什么下午才来 太皇太后 不依不饶我中午 还让人烧了 你最爱吃的冬安子鸡 你都不来吃 刚想告诉她 最爱吃那个的 明明是我爹就注意到 旁边那个被抱枕杂梦的小姑娘 眼睛刷得亮了起来 于是她说出口的话 就变成了 现在还有吧 当然还有太皇太后 显然已经过了 能自己啃鸡翅的年龄 楚明轩坐在小桌旁 望了一眼旁边 吭吃吭吃 啃完一个又一个 鸡翅的小姑娘 转头想扭转一下 这个奇怪的气氛 不知曾祖母化尔臣 带审氏小姐前来拜见 所为何事 爱人老了 脑子不好使了 太皇太后叹了一口气 她就很快 又恢复了回去味 底下那个 我让你自己吃了吗 吃得正欢的少女 身形易将猛的 把头从庄东安子鸡的 盆里抬出来 太皇太后 微言道我也要吃 如百要来了 小刀小心翼翼地 把鸡肉踢下来 就听到太皇太后 不容质疑道你来味 然后老人家 把目光投向了自己 一表人 才看上去 十分惹人喜爱的曾孙涅来 楚明轩脸一黑 没有人敢于挑战 太皇太后的群威 楚明轩坐到了他身侧 捧起装着鸡肉的小碗 如百夹起一块子肉 送到太皇太后的嘴边 借助楚明轩的身形 遮掩太皇太后 把一块用卷子包住的东西 放进了如百手里 如百低头发现 卷子里包的是一块绿豆糕 这是你太奶奶 玩得一点花招 太皇太后很小声地说明 何出事那天我 正好赐了一盒绿豆糕 给你六弟 听到消息之后 立刻派心腹 宫女过去叫她 不要吃 原封不动地娶了回来 楚明轩目光一尘验出了什么 太皇太后目光沉静 这个在身宫中 时间最久的妇人 自有她的睿智 与定力伯母号 如百费了好大力 才是自己没有 倒吸一口凉气 接触过食物的人 头绪纷繁无从查起 但是都是我宫里的 送到你六弟那之后 没人动过 老人轻声道 连我宫里都有不干净的人了 如百只觉得自己的手心一片冰冷 真正使坏的那个人 她不是要害明和 也不是要害苏贵妃 她的目标 或许是所有的皇子 太皇太后道慎 如百对吗 我知道你是我未来的曾孙媳妇 也是整个京城最聪明的女孩 我相信你你去查 如百一时间接收的信息量太过巨大 都忘了反驳太皇太后 关于曾孙媳妇的论断 楚明轩一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如百靠在窗边 望着外面侍奉洒扫的工人们 皱眉道 太皇太后宫里 大概有多少工人 楚明轩捧着卷书 和如百相对儿做眼睛 盯着书心死 却也和如百一样 系在预谋害皇子的凶手身上 我没太在意过 几十名吧 如果把那些院子里扫地的浇花的 都算上 可能还要更多 凶手不会是别的宫里的人 如百道 太皇太后要小厨房 给六殿下 做一碟绿豆糕 这种小事 又不会闹得合宫皆知 凶手应该不但是 太皇太后宫里的 还是太皇太后亲近的工人 如百地声道 所以 要么是名正言顺的进来拜见 然后顺便夹带进来 要么就是 有什么秘密运输途径 楚明轩道能名正言顺 进来拜见太皇太后的人 身份地位都太显赫了 这样的人去弄毒药 太容易被人发现 那么就是秘密运输途径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宫墙底下有没有漏洞 之类的东西 为了不打草惊蛇 楚明轩只声称 沈家二小姐 丢了个祖传的玉镯子 叫小犬子 带着几个东宫里 可靠的小太监四处找 实际上是暗暗地查看 宫墙有没有什么蹊跷 一个多时辰后 小犬子回来禀报太子殿下 宫墙一切正常 并无什么可以偷地物品 进来的孔洞 如百皱眉 这就奇怪了 那毒物是怎么被 传进太皇太后宫里的 如百一时间没有思路 来到后院散心 如百从小厨房里 顺了块点心 往池塘边一坐 一会自己啃一口 一会掰一点下来 洒进池里 点心碎屑落进池中池里的井里 争相游过来 抢食如百百无聊赖地 看着他们大概一炷香之后 他突然看出来 有点不对劲 如百一跃而起 四顾一圈 发现此时没有别人在附近后 他飞快地冲回屋里 把楚明轩连揪带拉地 拽到了池边 金贵的太子殿下 十分宽容 默默地原谅了 沈二小姐的失礼举例 他一边把被如百 拽出一堆抓痕的袖子 轻轻抚平 一边不动声色地 把他宣布自己的发现 如百一纸池塘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水是火的 他低声说 楚明轩瞳孔一紧 太子殿下脸袖蹲下 仔细地看着石中的水 他承认如百说得对 然而 无论渔群的走向 还是水面不时泛起的波澜 似乎都在说明着 这个小池塘 和外面的某个水源 是通着的 他只起身看向 站在一边的如百 从这里运进来的话 也许是可行的 如百轻声道 太子殿下 我们要不要玩一把守住带兔 午夜宫中 貌似一片平静小池塘里 偶尔咕噜 一声似乎是哪只井里 百无聊赖地吐了个泡泡如百 可楚明轩 无声地浮在树丛里 你确定送毒的人会来吗 楚明轩用眼神 问如百不确定 但他很有可能会如百 也用眼神回答他 六皇子明早要来太皇太后宫里 用早善的消息 不是已经被你的人传出去了吗 但我相信 以凶手这种 向多位皇子下手的残忍疯狂程度 他会去试一试的 依然是轻轻的咕噜 一声 如百紧张地抓住了裙带两酒 咕噜声消失了一阵 很轻很轻的谁想片刻 大约一注香后 又轻轻地叫了三生如百 和楚明轩对视眼神经一作 这说明 接应毒药的人没有来 极有可能是他们下午 在池塘边观察的时候 便已经被暗处的凶手发觉了 不能等我 楚明轩一愈而出 抓不到接应的人 抓一个送药的人 也没准能拷问出什么来 他一挥手 埋伏在暗处的侍卫 一拥而上几根长棍 同一时间被制出志向 还没来得及潜入水中的黑影 一声惨叫发了出来 然而直叫到一半就戛然而止 两个月入水中的侍卫 一嘴又拽住了 他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 威胁他不准出声 那黑影被两名侍卫挟持着 压向池边一个高大的侍卫 早已等在那里 此刻伸出 剑兽的手臂 直接拎住那人的脖领 然而就在那黑影 被拎到半空时 突然极为痛苦地抽出了一下 然后就无声无息地软了下来 跟着他的侍卫 吓了一大跳 连忙把他放到地上太 太子殿下 高大的侍卫吓啥了属下 属下没有 楚明轩挥手 制止了他太子殿下蹲下身去 掰过那个黑影的头 看了看不关你的事 他应该是确认自己逃不掉后 就扶了毒他掰开死者的手指 一个绿色的 小瓶露了出来 他把它拿出来 递给守在一边的小裙子 太厌一下 应该是波木薅 我们之前的判断没有问题 这个池塘和外面的水渠是通着的 只是我没想到 这送药人会这么烈性 一被抓住 立刻自我了断了 他叹了口气 转身对如柏说 这下线索又断了 没有如柏突然说 楚明轩惊讶地挑起 没你看他的胸口 如柏低声说 那上面有一团青色的花纹 在夜色下 居然能泛出幽微的光芒 这个图案看着很奇怪 如柏轻声难难 我怀疑着 不是中原人的东西 如柏看着泛起幽微波恩的湖面 轻声到这样的话 就说得通了正常情况下 没有什么人 是会与整个皇室为敌的 但如果是敌国内奸的话 他这样不分目标 不分阵营的杀戮 就都说得通了他转身 对楚明轩道这件事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请太子殿下立刻禀告太皇太后 让我们对他宫里的人 进行全方位的彻查 太皇太后宫中 最惊心动魄的一晚 正在继续 太皇太后年纪太大 已经睡下了 只留下了宋姑姑 陪着如柏和楚明轩 宋姑姑低声道 姿势体大传出去 容易引得和宫惊慌 因此最好尽可能 无声无息地解决 若是天亮后 仍然将这么多的宫人关押着 只怕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引起不必要的动乱 如柏安顿宋姑姑 暂时去隔壁休息 楚明轩低声道 这样一个一个地排查下去 恐怕根本查不出来 如柏翻着手头的资料道 如你真是 敌国的奸邪 你觉得会来自哪个国家 楚明轩缓缓缓到 与我朝有夙愿的国家 多集中在西域一带 但是西域诸国的人 长相与中原人相比 有很大不同 何况内务府 也不会放心地 派他们来太奶奶 攻离楚明轩成因片刻 但是 尼罗国已经亡国15年了 而且 楚明轩忽然想起来了 一个致命的细节 拨墨号的原产地 正是在诸州 也就是原来的尼罗国如柏 翻动着点测到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敢说 此事一定和尼罗国有关 但起码也算 找出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真是有残存的尼罗国人 混入了京都 甚至混入了皇室 楚明轩接过点测 陈生到你这样查几惯 恐怕查不出什么凶手 一定会给自己 编一个假的出生地 三更天彩玉的房门 被人知啊 一声地打开了 宋姑姑温和沉稳的声音 不远不近地响起 太子殿下 请彩玉连忙从床上 站起行李 楚明轩进来到曾祖母 说她年纪大了 不喜欢宫里 有太多人给选一些放出去 刚好我过来了 就帮她筛一筛人彩玉一惊道 奴婢不愿出宫 奴婢犯了什么错 都愿意受罚 只求还能在这宫里做事 奴婢从十岁起 就跟着太皇太后了 楚明轩平静地说 我知道要给曾祖母留下 能把她服侍得舒服的人 所以想了个法子 彩玉坠坠不安地 跟着楚明轩一路来到了小厨房 她惊讶地发现 还有十几个相熟的某某丫鬟 站在那里 似乎只等二人的到来 如摆到深夜 召集各位来此时 因为各位都犯了些错误 惹怒了咱们的太皇太后娘娘 然而 各位侍奉太皇太后 多年也该念这些旧情通过的人 由太子殿下出面 为她说情通不过的人 只怕少不得要被撵出工去 这题也很简单 太皇太后明日请了六皇子来宫里 共用早茶 请诸位来备酿 典型药剂和太皇太后的口味 又能让六皇子殿下吃得顺心如摆 一指身后排成一排的篮子 各类材料都为诸位备好了 如摆和楚明轩二人一起 靠在门边冷眼打量着 忙碌的工人们 如摆正正地望着眼前的苏炳 难道资料有误 不会她亲眼在典籍中 见到过尼罗国的人 如摆平静地开口到诸位 先回去等消息吧 办上后 我们做出决定后 自会通知大家 突然之间 如摆抬手伸向了桌子 在楚明轩阻止她之前 取过一个红糖 苏炳一口咬了下去 楚明轩猛被一惊畏 你干什么 虽然凶手应该不会在其中下毒 但是 万一呢 如摆骤然笑了起来 太子殿下查出来了 这一盘苏炳 虽然看上去外观一样 但味道远远不如前面的这些 就以为可以 蒙混过关楚明轩道比 皮不酥那下 这些都代表了什么 如摆轻声道代表 她没放逐 有楚明轩刹那间明白了她 看着那盘苏炳良久 才缓缓地开口这一盘 是宋姑姑做的 这是尼罗国的习俗 如摆在典籍上 见过这一条习俗 她和楚明轩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 在这盘没有加油的苏炳面前 沉默了起来 15年前 尼罗国战火漫天这一战争 尼利罗纳永远地失去了 她的丈夫 她的两个年幼的儿子 以及她一直引以为傲的家族 痛失一切的她 曾经打算自我了断 跟着亲人们共赴皇权 然而阴差阳错的 被人救起 从那时起 她的生命便只剩下一件事 复仇她伪造身份潜入宫中 从一个小小的宫女 干起十多年来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得到了主子们的信任 成为了太皇太后身边 最得力的姑姑 她想要杀了 自己丈夫的皇帝死掉 然而 她不能让他死得那么痛快 在此之前 她应该先尝一尝 自己最亲的人死去的滋味 尝一尝 看着亲生骨肉 离自己而去的悲伤 三天后 真凶很快被救地正法 其余人论罪处置 在所有罪犯的对一夫法后 皇帝想起了那位 破案有功的沈二小姐 还没赏赐你妹妹 启禀陛下沈成松 苦着脸到微臣这个妹妹 最近玩太疯了 连微臣都见不到她的人 被哥哥在背后付匪的 如白打了个喷嚏 不以为意 她正忙着在太子府上 搜了东西 吃她不走 楚明轩她找的是楚明轩 特意从宫里带出来的 大厨王叔王叔 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 资深美食家沈如白小姐 只扫了一下厨房桌上的原材料 就立刻明白了 立刻欢呼雀跃 你又烟酒遭压掌了是不是 胖乎乎的王叔 很为难地擦了一把汉王叔的抱歉 沈姑娘本来给你留了一份的 但是太子殿下那边来了 客人要东西下酒 如白愣了片刻 只好垂头丧气地 走了途经楚明轩的书房 如白都觉得依稀能闻到 王重市长东门秘制的压掌 飘散出的丝丝缕香气 但是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 如白忍不住探头探脑地 从敞开的窗户往里看了一眼 他当即愣住了 楚明轩穿着一身宽松的 松绿色长袍头发 被一枚玉冠松松地说在头肚 看上去像个平常富贵人家的公子哥 相比之下 他对面的男人 倒是显得更给人以压迫感 然而 如白丝毫没被黑衣人的气场震慑住 紧紧愣了一瞬 他便惊喜地叫了起来响了 楚明轩非常警惕地打量着 二人居然是我的朋友你们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非常不懈地转头 楚明轩你 为什么要和一个大饼块交朋友 如白问你们在聊什么 楚明轩道 男人间对话你 如白皱眉做出了个非常嫌弃的表情 走走走 什么男人间对话 你们还不就是讨论哪家的小姐 腹白貌美 哪家的小姐 腰戏腿长 如白坐在椅子上道 我也要听楚明轩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如白和普通人一样 只掌了一张嘴 但是可以一边讽刺自己 一边继续 疯狂地往嘴里塞尸的两边 都不耽误在楚明轩 还犹豫着告不告诉如白时 孟学然已经抢先一步 耿直地说了出来 太子爷约我去新花阁 如白到新花阁 那可是京城最著名的烟花之地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在那里做情事 我找他 他尝试着向如白解释 孟学然打断他那只是你的朋友 强调道 我可没有姓柳的那样的朋友 如白到那太子殿下去看朋友吧 听说新花阁里有一对漂亮的姐姐 我就陪小梦去看漂亮姑娘好了 他就这样顶着自己 散发着阵阵寒气的面孔 和如白孟学然 一起来到了新花阁姑娘们的美意心灵了 如白非常抱歉地说 可我家二位 也是来看男人的围着楚明轩 和孟学然的女孩们一起 沉默了片刻 大听中央舞台的朱连 一心而起 白衣的公子 垂手拨动琴弦 就着她的琴声 有轻衣的舞姬 缓缓起舞 旁边一个 红衣少女至了哑板慢声高歌 不愿君王 照愿得柳七教 不愿千黄金 愿得柳七星 不愿神仙 见愿使柳七面全场的人都 沉醉其中 只有两位黑着脸一位 是孟学然 她看着被一群女人 包围着的柳七复 面色不欲伤风败俗 有爱观瞻 太子爷 你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 楚明轩道 伤风败俗 有爱观瞻 沈小姐 你是没有见过 长得好看的男人吗 一曲钟亮 满座喝彩 柳七复站起来 微微欠身 向客人们致意 她的目光若有四无地 朝楚明轩等人的方向一瞄 很快就有小四跑回来 殷勤说道 柳公子说她 那恰有上好的舞仪言查 她又练了几首新曲子 朱未若得空 可以去她那里做做不得空 孟学然面无表情地回答后转身 对如柏说 你该看了 漂亮姑娘都看完了吧 那就让太 楚公子自己去吧 我们回去如柏到得空得空 见月主子的小树童 心高采烈地说 麻烦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吧 楚明轩和孟学然脸 一黑柳气腹 在新花阁的猪楼中 自己单有一个小院 不见如何豪华 倒是清新雅致 很有些闹钟取经的意思 小四领着三人到院门后 表示自己并不方便进去 只让客人们自行进屋